Xlimit,所以特別注意,我們慢慢加上去 Ylimit之外,後面的話還缺什麼 缺上面的這個,叫做標題 標題部分還有,像其實以色有裡面也有 以色有裡面這個叫做主標題 底下axle的話,就是axle標題,y標題 所以1、2、3,不要把它填上去 不過特別注意,在那個python裡面 這個地方這個叫title,這個叫xlabel 這個叫ylabel 特別注意,title,xlabel,ylabel 所以你如果說要把它加上去的話 主標題呢,比如說這個叫什麼,零用金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其實可以怎麼加 你可以再加上,加到哪裡 其實只要加在這兩行的上面就可以了 剛剛有同學問說這個要放上面放下面 其實你不要亂放 Legend上面寫也可以,不要放在save跟show的下面就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加什麼 加上那個主標題的話,那記得喔,它叫做title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就打一個title title,OK,它就出現了 那它需要給幾個參數啦,當然就是它的 就是標題的名稱,跟它的foam的size 所以基本上的話,給兩個就可以了 後面這兩個可以不用給 那我給它的名稱也許叫什麼 叫pocket 叫pocket 零用金的話呢,pocket money 然後後面的話呢,我揍點 對,那字的大小如果不加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一下 title有沒有,看一下 有沒有,有出來了 不過你會想說,這個字太小了 跟它一樣大,看起來好像沒辦法辨識 所以我希望把字放大一點 大概foam size大概30好了 那怎麼做呢,很簡單喔 逗點之後的話,你加一個foam size foam的size foam就是字的大小,30 看一下,執行 OK,30 哇,太大了 反正做效果了,自己改 如果你覺得30太大,你就縮小 OK 那再來的話呢,我如果exo也要加的話 很簡單,就是我剛剛提過叫label 所以底下的話,你可以叫人家plt dn 它叫x的label,所以x打一個l x的label出來了 然後它的名稱的話呢 就是一樣嘛,我們用剛剛這個 x的話,這個是零用金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我就是加上一個名稱 mail跟female 反正就是,假設我這個名稱 x是這個 x是mail,OK,那我們就加一個mail label 假設我這邊加一個label名稱 然後你字的大小要不要調整 如果不要的話,你就是空白 如果要的話,假設我就給它20好了 所以foam size把它改成20 另外的話一樣 如果希望在y label,就是y的那個標題 標題名稱的話,我就加一個y label就可以了 那y label的話呢,就是加一個female OK,female 然後foam size一樣是rules 加上這三個之後的話,來試一下 基本上我如果要show一個標題,出現了 那副標題,有沒有 這個就是做標籌的標題 就OK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叫pug in money 其實就是零用金 那你就說,老師 可是我們老闆要看到是中文的 他比較希望看到中文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套件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他不支援中文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呢 把這邊改成中文的話 會怎麼樣呢 會產生悲劇 OK,因為出現的話 會是很奇怪的現象 零用金,看一下 OK,好,執行一下 看一下,零用金變這樣 你男生打男生 女生female,一樣啦 你只要打中文 就會產生這種悲劇 那怎麼辦 想辦法解決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呢 他有提供那個一個TTF TTF就是我們的字型 有沒有,各位以前有裝過 那個像什麼華康的啊 有沒有,那種字型 他的副檔名就是TTF 那這個TTF 他提供的這個TTF呢 是只有英文的字型 沒有中文的字型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Google一下 網路上真的有人分享 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呢 你可以把那個內建的 像標凱體 像性命體 不過性命體不行 因為性命體的副檔變TTC了 它好像是一個什麼 一個集合吧 那 標凱體是TTF 我的做法是什麼 我乾脆拿標凱體 把它複製到 它這個套件裡面的TTF位置 然後把它 它的那個字型本來只有英文了 把它蓋掉 然後呢 用標凱體原來名稱 把它取名稱 跟它那個名稱一樣 這樣的話呢 就是把標凱體拿來 取代它原來內建的TTF 那個字型的話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它內建那個TTF字型 沒有中文 我找一個有中文的 把它蓋過去 這個問題好像失誤就可以解套了 OK 要怎麼做待會就來看 不過方法可能在Mac裡面又不太一樣 也許你們再試一下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就增加 總共會有三個屬性 一個叫做Title 一個叫做X label 跟Y label 後面會加上那個Size 這個加不加都沒關係 FoneSize如果不加它用預設的 預設我的字的大小 大概好像12左右吧 其實其實相當是不是那麼大 所以如果你要再加上這個標籤 看起來的話 越來越接近我們要的那個圖 所以一個圖裡面 最基本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包含就是資料先放進來 然後再設定顏色 再設定線條 然後再加上那個標籤 然後再把它加上圖例 圖例加了之後的話 再慢慢再去加第二個線條 然後並且設定它的那個 X跟Y軸的那個軸的資料的範圍 然後呢 再加上它的就是標題 跟軸標題 大概一個圖需要的東西都有了 OK 只是說呢 後面我們有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它那個字型不支援中文的話 該怎麼做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哪裡呢 其實你們可以查一下那個 為什麼會這個問題啊 其實你們可以查一下就是 我跟各位講過嘛 我們安裝一定是安裝在那個 Python的這個路徑底下 的什麼呢 Lib Library 的縮寫 Library裡面有一個資料夾叫做Sites Package Sites是網站上面 網站就是那個Pype的那個網站嘛 Package就是套件 這裡面的話會找到 我們剛剛裝的叫做什麼 MassPilotLab 那個有沒有 那個資料夾在哪裡 在這裡 MassPilotLab 這個 Pilot 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 它有一個目錄叫做 MPLData 我印象中這裡 這裡面的話有一個Font Font就是它的字型 TDF在這裡 所以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是它的主要的 字型 但是只有英文的 所以怎麼辦 我們要把那個字型抓出來 把它改成用有中文的TTF 那這個問題呢 就解決了 OK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不過Mac可能一樣的方法 只是說Mac裡面的TTF 也許你要找一下 找一個中文的把它蓋過去就OK了 先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這一段 如何解決那個 在Python裡面要畫圖表的時候 中文亂碼的問題 阿 對 我們兩個小小均 特餓 感谢观看